哈喽大家好 我是干爹夜配吧的幕后推手Jaspers 你问我答 因为Jaspers在演艺学有7年 在这7年里面 他的Instagram才3万 爆牙孤只吃到一年 直接上去到100千 你讲这个合理吗 这个合理吗 快点把爆牙孤杀掉 真的是贝皮屋子下流 漂亮 嗯 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 找朋友出来聊天喝茶 可是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 不可以随便找朋友出来 我会心情更不好 因为我会被罚款 所以最近呢 我心情不好我就看电影 爆牙啦 然后一个蘑菇头啦 穿白色红色的衣服啦 没有啦 其实我理想型 我其实是真的是 比较交心比心的 我希望可以找一个真的是 跟我合得来 如果现在只是单穿气质的外表的话 像你们有哪个女艺人 赵洁营 没有啦 开玩笑 累 非常累 很累 讲完了 我可以一天都不讲话 我可以讲一个小时 然后一整天都不讲话 因为他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他说 哈啰 大家好 哈哈哈哈 你看我讲到一句我已经很累了 我私底下是比较安静的 我在家我可以一整天都不讲话 希望我自己不是很废 因为我喜欢看很多电影 我喜欢看报纸 我喜欢看小说 我喜欢看纪录片 去充实我自己 最认真的moment 其实是当 我是导演的时候 尤其是很像我最近在拍 我们最近在拍干爹夜配吧 我是幕后推手 然后呢 有时候我还是会担任 导演的这个环节 其实很多人 都看到不一样的Jasper 他们以为 Jasper发脾气 他们以为 Jasper为什么脸臭臭 其实不是 是因为我很认真的在 倒 因为当我在倒的时候 我的头脑在想了 一千零一件事情 那个机会要怎样摆 那个灯要怎样摆 他的台词要怎样讲 他的表情要怎样做 所以我不自尽的 每次都会去皱眉 而且我脸是这样的 我会 人家会以为我对他们很反感 可是不是 我是对我自己很反感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一位 两位YouTuber 他们就是 老高这两夫妻 因为他们说的那些题材 其实是我本身非常有兴趣的 比如说一些很悬疑的事情 外太空 人 什么外星人 这些奇奇怪怪的topic 我是很喜欢 很有兴趣的 那我真的不知道 有一天哪一根筋 我在YouTube看到他们的影片 我就无法自拔 我可以一整晚都在看他们的影片 我就觉得天哪 他们到底到底是怎么拿到这些题材 而且他们真的是每个礼拜都可以上 至少两支影片 我想 你也太厉害了吧 我第一个优点 有人自己讲自己好的 我第一个优点 我觉得是我 乐观 我第二个优点 我觉得 至少我自己认为 我心地善良 第三个优点 是我非常的倔强 我三个缺点 我懒惰 除了追求梦想以外的东西 我都很懒惰 有时候我还很懒惰出门 另外一个缺点我觉得 我心直口快 可是其实很多时候 做人圆滑一点 也许 你整个生活就舒服一点 我另外一个缺点就是 我脸皮太厚 这个还要多说吗 如果我的战队 有一位获胜得到的冠军 我promise你 我下一部写的电影剧本 我一定把你放进去 我说到做到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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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